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啟發頭顧梁吉正 那今天台股開放盤 政哥在這邊 先跟大家拜個晚年 祝大家朱年行大運 朱世大吉 那在我們休年假的這幾天 我們來看一下 美股也就是國際盤的部分 到底這10個交易 有出現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可以發覺美股 它封關日道窮的部分 封關日道窮的部分 1月底1月30號 它是收在25,014點 1月30號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定格到我們封關的在這一天 它收盤收的位置是25014 那昨天的收盤位置是25106 也就是呈現一個小漲 這道窮的部分 從我們封關到昨天來為止 道窮的部分是呈現一個小漲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完了道窮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NASDA的部分 NASDA的部分 那NASDA的部分 封關日1月30號 它的位置大概就在1月30號 7183 7183點 那昨天的位置7298 它還是呈現一個上漲 也就是說休年假的這一段期間 科技股還是呈現一個上漲 那看完了道窮跟NASDA 我們再來看一下 費城半導體指數 費城半導體指數 這個月線機線已經交叉向上了 我們來看一下 封關日1月30號它的位置 1月30號它大概就在這邊 1月30 1271 1271點 那昨天的部分 收1302點還是呈現一個上漲 所以三大指數在過年這段期間 還是呈現一個小幅度的上漲 這節目的開始 政客跟大家拜個晚年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三大指數在我們休年假的這一段期間 這幾天總而來看的話 是呈現一個小漲格局 小漲格局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股 今天開紅盤的狀況 目前是漲上漲 開紅盤上漲了78點 但是K線早上開得更高 現在目前呈現一個黑K棒 那今年是金珠年 在過年這段期間 大家都跑廟宇 那政客也不免俗得 我們也為我們的觀眾朋友 跟會員祈福 我們跑到了這個彰化花壇 彰化花壇的這個 全省唯一頭戴烏紗關廟的土地宮 政客就在花壇出身的 那去求一個這個發財金 小錢來滾大錢 這個是彰化花壇 是這個 文德宮是這個 全省唯一頭戴烏紗關廟的土地宮 政客 跑了好幾間廟宇 這是彰化花壇的文德宮 那另外 石定的 石定的虎爺宮 也求得了這隻 平安 平安發財的這個小虎 這個就是整個金珠年 在此先預祝大家 諸事大吉 諸年行大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熱騰騰的工商時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 昨天剛出刊的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在金珠年會有表現 我們來看現在這個標題非常的大 廣民自操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這個最新熱騰騰剛出爐的 我們來看一下 6188今天的表現 好彩頭 跳空掌鈴板 跳空掌鈴板 金珠年馬上討個好彩頭 跳空掌鈴板 一架到底 一架到底 那為什麼這一期我們選進的 經過了一個過年 我們為什麼選進這一檔廣民 因為他的子公司達明機器人 達明機器人 強化整個2D 3D的運用 今天跳空掌鈴非常強悍 金珠年討個好彩頭 馬上跳空掌鈴板 馬上跳空掌鈴板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昨天的報紙 熱騰騰的 2月10號剛出刊 2月10號 廣民掌握產業的輪動 廣民 好彩頭 金珠年馬上就一根掌鈴板了 好 馬上就一根掌鈴板了 那協作機器人 極速的擴張 什麼是協作機器人 應用在整個工業的部分 那達明 他這個廣民的子公司 他將日本視為重點的發展區域 也就是說 他是廣達集團的一員 那達明又是整個廣民的 這個協作機器人的一員 那達明這個品牌 是世界第二大的工業協作型機器人 這個品牌 最近幾年以跳躍式的倍數成長 那剛才聊過了 他的整個協作機器人 是符合整個工業4.0的 快速自動化 所以說這一期 我們的工商打頭牌的 6188的廣民 今天在金珠年的開空盤 直接亮燈漲停板 直接亮燈漲停板 大家有沒有發覺 漲停板的股票不多喔 現在漲70幾點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頁 事實上 這是上市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一下上櫃的部分 廣民就排在第一頁裡面這邊 直接高掛漲停板 那除了廣民之外 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這個 投資組合 這一檔我們也來看一下 廣民自操 這個第二檔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PCB裡面的自操我們來看一下 8213 自操小漲 沒有廣民這麼強悍 小漲一點多趴 那這一檔 這檔PCB的這個廠商 自操他跟統民做一個 統門做一個合併 5480的統門做一個合併 自操以15塊半 收購了統門49.79%的股權 也就是雙方開始進行一個整併 整合資源來充斥營運 那去年的部分 自操的這個營收創下歷史次高的夾擊 最主要是 第一個光電板 第二個車用板 第三個MV板 我們可以發覺去年的業績 前三季已經2.86 這前年一整年2.83 所以營運上還是呈現一個成長 還是呈現一個成長 所以說最強悍的廣民6188 跳空掌零板 8213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聊過一些題材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選出這些個股 我們運用的是最強的技術分析 最強的技術分析 創新高操板法再加三線交叉法 我們可以發覺 自操 什麼叫三線交叉法 月季線這邊交叉 這邊是200日線 這邊是一個平台區 剛才聊過了 光電板 車用板 車用板 這些MV板 營收創了今年 歷年來的歷史次高 再配合整個技術面上 三線交叉 那剛才的廣民 我們來看一下 技術面上 它有沒有符合我們 最強的技術分析 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邊形成一個三線交叉 為什麼在封關前 就可以逮住這一檔 6188廣民 為什麼 金珠年今天才開紅盤 很多人放了10天連假之後 連手邊的投資組合 有的都有點 不曉得自己到底有什麼股票 因為有些人可能去度假 有些人可能去度假 那我們再來聊一下 這個盤目前來看 剛才點到國際盤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台股跟哪一些股票 跟哪一些國家聯動會比較深 我相信這個之前已經跟大家聊過了 我們跟南韓 以及被辦 聯動會比較深 第一個 我們跟南韓同樣是以外祥為導向 南韓今天做一個壓回 南韓今天做一個壓回 但是大家可以發覺 它的月季線 在封關前10天這邊交叉 你先把月季線這邊先記起來 先記起來 這邊碰到了 三線的兩百日線做一個壓回 剛好出現四個二 那這是南韓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沸騰半導體的部分 這個非辦指數 也會影響到整個台積電的走法 所以說 這個就稍微強一點點 但是在這邊也是1343也是有一點 遇到一個盤整的這個訊號 我們可以發覺它月季線也在封關前10天在這邊交叉 看完了南韓 你再看廢半 大家有沒有發覺月季線同樣都在10天前做交叉 那我們是不是在封關前的一個月就領先跟大家聊過了 月季線會在封關附近交叉 這台股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領先台股說 台股在封關是月季線有沒有交叉 有沒有交叉 是不是說它開始扣抵這個區域 但是現在重點比的是大家的選股 這個月季線扣抵這邊 所以月季線封關附近交叉 月季線封關附近交叉 現在也許指數空間不大 但是重點就在比大家的選股功力 重點就在比大家的選股功力 那剛才的廢半跟南韓指數 它的月季線一樣同步交叉 所以說對台股來講有正面的機率作用 也就是說目前看起來的話 台股在這邊月季線也是形成一個反彈架構 所以你現在離萬點雖然有點 這邊有點震盪 這邊不用過度追加 但是月季線就在9750附近交叉向上 所以說9750沒有跌破的話 就是掌握整個類股之間的輪動 比的就是大家的選股功力 不管是5G題材也好 大家可以發覺封關日的前幾天 5G題材的致意再度轉強 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個是5G題材先供的一檔個股 致意這一檔個股 相信也不只一次跟大家講了 這一檔是5G題材裡面先發動的一檔指標股 那封關日那一天 也就1月30號這一天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休了11天連假 大家有沒有發覺封關日這一天 致意再創一個新高 再創一個新高當然配合整個今年的業績 去年業績表現不錯 去年業績去年前三季就3.53了 前年一整年3.21 這個都是我們之前就你先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現在指數空間不大 就是比大家的選股功力 你有沒有能力選出廣民選出自一 這一種類型的個股來擊敗帶爬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逐爆平安 花開富貴 新年到財運到 其他頭顧 明春大回饋 年年發賀歲專案 優質民師團隊領先正確資訊 最大的優惠 最佳的績效 通通都在年年發 讓你財富連連發 其他頭顧 祝您財源滾滾好運來 一日盡財 年年發 要選就選最好的其他頭顧 02 2389 8689 2389 8689 啟發頭顧 有粉絲團喔 嚮往花錢不猶豫的生活嗎 想輕鬆退休 不為錢煩惱嗎 快掌握啟發頭顧分析師動向 線上解盤 財經解讀 台股分析 講座資訊 重點新聞 啟發頭顧粉絲團通通都有 鎖定啟發頭顧粉絲團 讓你財富滿滿滿 主夢專線02 2389 8689 主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健健康看的长大,妈妈什么都愿意 等你长大,妈妈也会定期带你来打疫苗 妈妈老了,你会不会陪我来打疫苗呢? 好,欢迎回到现场 新的一年,2019年,新春刚开红盘 你有没有想要运用一套,可以上战场 最强的技术分析方法 创新高超盘法,加三线交叉法 这个最强的技术分析方法 来选主流 大家都知道每一个波段的主流不一样 你有没有能力把最飙悍的强势股给挑选出来 让你在金朱年一路逮中主流股 逮中强势股 另外逮中带领上涨的指标股 这样子你金朱年就会财富满满 你只要用最强的技术分析 创新高超盘法再加三线交叉法 来选出会飙涨的主流,强势族群 会带领上涨的最飙悍的标麻 那在他大盘还没有做喷出之前 他就强于大盘率先先喷出 领先来创新高 一套完整有用的可以上战场的方法 将可以让你在金朱年 逮中每一个波段最飙悍的标麻 那创新高超盘法 聊了这么多 你到底知道什么是创新高超盘法 三个步骤 第一个大盘只要在月季线之上 刚才聊过大盘月季线9750交叉向上 所以说这个点只要没有再跌破的话 这个点只要没有再跌破 就是比大家的选股功利 就是比大家的选股功利 你选错,你选到弱势股 它还是不会涨 但是你如果选到强势股 领先上涨的强势产业的领涨指标 它会遥遥的超越大盘 所以说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过了一个年 你是不是开始好好的来检视一下你的投资组合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投资组合到底该有什么样的持股 你的投资组合到底该有什么样的持股 第一个 你的投资组合里面的档数 股票不用太多 不要超过三五档 最多五档 最好是三档以内 为什么 这样子你可以方便管理 你不用买了三四十档 有些套牢都不卖 成本观念很重的 就在金珠年的开鸿盘 你要下定决心 你要往赢家行列靠拢 你要有这个企图心 下定决心 精简你的投资组合 把强势的主流 操作强势主流 你的投资组合里面两三档 如果就是现在的主流 就好像刚才的广民一样 你是不是很好管理 你都看他每天在上涨 这样好不好很好管理 三线向上 刚才的一个好的方法 三线交叉法 突破盘展区創新高 再加上达民机器人的题材 切入整个日本市场 它本身又是全球第二大 协作机器人的品牌 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如果你的档数金减到都是强势股 都是在上涨的个股 你金珠年想要不赚钱都很难 听清楚了没 你的投资组合如果都是强势股 如果都是主流股 如果都是领涨股 你在金珠年想要不赚钱都很难 那为什么新春开拥盘 为什么我们就一马当先选出标马 6188日期在这边2月10号 今天11号 封关前就已经知道 接下来封关后的主流 你有沒有很讶异 还是你今天还在看盘 今天长肢股在哪边 还是开始在搜寻 你有沒有办法领先市场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有一个社团 郑哥创新高超盘法 郑哥创新高超盘法 FB的部分 赖生活圈的部分 ID是小老鼠 YOUNG168 这个是QR Code 相信在年关前 郑哥曾经在赖生活圈分享了我们 满汉全喜鲍鱼鱼刺燕窩 党党都喷出大涨 党党都喷出大涨 那为什么有能力 每个阶段都筛选到最飙悍的股票 因为我们是连续 一年工商职报 台股主动赛 这个已经连续5G的选股冠军 那行情在这边区间盘整 我们创造了两次超过50%的绩效 这个目前还是记录的保持人56.86 报纸帮我们大府的报导 报纸帮我们大府的报导 战果出炉 一季的战果出炉 我们这个战队选股冠军 以56.86 拿下了一季的这个一整季的冠军 大家有没有发觉 事实上三个月的大盘就在这边区间盘整 这样扑扑收 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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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所谓的大喷出 甚至在10月还跌了1700点之后 又开始横盘 但是你有没有很讶异 为什么可以创造这一个一季的时间 56.86 遥遥击败大盘 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 选股要有方法 三线交叉法加创新高超盘法 再运用很有用的 马上可以动足先机的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最有用的 什么是反转K线 均线交叉 到底什么交叉的时候最关键 出现什么样的导撞缺口 跳空缺口 它就是一个反转讯号 怎么去划趋势线 下降反压线上升趋势线 再配合最强的技术分析 股价创新高 来挑选出每一个波段 每一个礼拜 甚至是每一季的最会长相的 最具长相的标股 领先先跑 领先先跑 大盘还没跑 我们的股票已经领先先跑了 大盘还在这边区间盘整 有没有先跑 有没有先跑三天了 开用盘马上就涨零板 那股价突破关键价 大盘跌它不跌 经常涨停或涨不停 这个就是你要来台北股市 你每一个波段 都要挑选出最具长相的个股 那现在的大盘 说今天开高走低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直播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早上开了100点左右 现在变56点 所以说这是一个个股表现 万点这边会震荡 但是9750这边 大家可以发觉 月季线交叉向上 所以现在的整个架构就是 这个是 就是月季线在9750交叉 但是1万点不要追 1万点不用过度追价 重点还是在于整个 选股的方法 你怎么去比大家的选股 你怎么去运用一套有效的 选标码的方法 来 选标码有方法 台北股市总共大概有1700多档 1700档左右 有些股票很冷门 有些股票很热门 有些股票去年涨过了 有些全年涨过了 那总共区分成 领先股 同步股 落后股 那最彪悍的股票就是这个 领先先过高的 之前已经大概在封关前的 一两个月前就跟大家聊过了 股票要标第一 先过这个点 11073 这不是第一次讲 这一点讲了N次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选标码 就是用这个逻辑选出来的 那你听得懂的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还是没办法 因为这是高级技术分析 听不懂的资金准备好 资金准备好 二月份加入我们阵容的 从全部三月份开始起算会期 让大家金猪年赚得久一点 再讲一次 二月份加入我们战队的 冠军选股战队的 全部三月份 三月一号开始起算会期 让大家金猪年赚得久一点 为什么 讲了这么多次 标股第一个会突破这个11073 这五年而已 五个阿拉伯数字 9月28号 教师节这一天11073 还有一个12月 这两个为什么政哥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选标马的逻辑 这个五个数字叫做10148 10000148点 大盘是不是还没过这个点 你有没有发觉 真的标马 真的标马 他早就突破这两个点了 相对的也就是说 他如果过了11073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1073是什么意思吗 他如果过了这个11073表示 他已经跑到一万两千点了 来我们举5G题材里面 刚才跟大家已经分享一两个月的 3596的字役 928刚才的11073一家 为什么 他涨的跟大盘不太一样 你有没有恍然大悟 10月3号 反弹高点10148再来看看 这是一万一千点 他一定遭到万里了 10月3号反弹 10148刚才有弄给大家看 他在这个价位 你有没有发觉 大盘还没过 为什么他跑了多跑了两个月 这个就是之前跟大家一再经营的 选标股的方法 你要把这个选出来 这三个字选出来 因为这三个字就是最会涨的个股 最具涨项的个股就是这个 你要把有能力 应用一个方法把它选出来 但是有些人还是听不听没 资金准备好 2月份加入我们选股冠军阵容的 會期全部从3月份开始起算 会期全部从3月份开始起算 让大家金珠年赚得久一点 每一個波段都來選主流 每一個波段都來選主流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期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昨天的熱騰騰的工商時報 掌握產業的輪動架構 廣民自操題材信主 那為什麼要掌握整個 這個產業之間的架構 5G漲完之後 3.2漲完之後它會交棒 那它會形成一個強勢股 在這邊輪動 所以說你現在 你要逮中的就是類似 有題材性的工業4.0的機器人 協作機器人這個題材 你看封關前開屏走 第一個跳空缺口 這邊突破盤整區 這個都是技術分析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一個跳空缺口 加解跳空缺口突破盤整區間 再配合整個 剛才聊過了 協作機器人 所以說你要有方法 把每個波段最彪悍的股票給選出來 那我們有即時的標碼會分享在我們的 LINE生活圈 ID在這邊 小老鼠 YOUNG168 相信年前的滿漢全省 大家吃的都笑呵呵 金豬年 大家都過個好年 一樣 年後 怎麼去掌握標碼 先把耐生活圈加進來 小老鼠 YOUNG168 或掃這個QR Code 我們明天見 謝謝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出客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令風采精采 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談中及時為您解答 4月起每天早上9點開始 正清鎖定運動財經台台股直播室 逐爆平安花開富貴 新年到財運到 啟發投股明春大回饋 年年發貨稅專案 優質民視團隊領先正確資訊 最大的優惠最佳的績效 通通都在年年發 讓你財富連連發 啟發投股祝您財源滾滾好運來 日日精彩年年發 要選就選最好的 啟發投股 02-2389-8689 2389-8689 啟發投股有粉絲團喔 嚮往花錢不猶豫的生活嗎 想輕鬆退休不為錢煩惱嗎 快掌握啟發投股分析師動向 線上解盤 財經解讀 排股分析 講座資訊 重點新聞 啟發投股粉絲團通通都有 鎖定啟發投股粉絲團 讓你財富滿滿滿 主夢專線02-2389-8689 啟發投股啟動財富成長 發現幸福人生 想帶家人出國旅遊卻難以實現 想為家人換車你卻遲疑了 也讓缺錢成為你的理由 讓啟發投股 協助愛家的你 打造幸福美滿的家庭 選擇啟發投股 獲利輕鬆入貸 致富專線02-2389-8689 02-2389-8689 啟發投股